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能确定的是贝极塔并没有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来称王 贝极塔自己认为一个纯种的赛亚人的头发 至他出生那天起就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这是他从精神世界巫出来告诉读者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信息是错误的 除了悟空的发型从未改变过 贝极塔的发型是一变再变 五岁时候的贝极塔是有刘海的 中年贝极塔变成了少巴头 这说明贝极塔其实没有很了解赛亚人 贝极塔的部下拿巴 年轻时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 但是在龙珠Z登场时已经是全秃 因此有个小结论 塞亚人小时候头发是不容易长长 但是过了中年头发会开始脱落 轻微变成少巴头 严重会变成大兔头 鸟三明其实刚开始不喜欢贝极塔这个角色 据说这个角色是鸟三明最不喜欢的一个角色 他最喜欢的角色是比克尔 其实早期鸟三明是想把贝极塔弄死 但他发现贝极塔这个角色在推动故事情节非常有帮助 因此不断将他带回到剧情中 贝极塔最初是一个单纯反派 粉丝特别讨厌这个高傲的反派 能激起观众情绪反应的角色就是一个好角色 直到在佛丽莎片中佛丽莎杀死了贝极塔 贝极塔的真情流露 让观众理解贝极塔原来是一个有层次的角色 对他的屎感到很惋惜 因此大量粉丝写信要求鸟三明不要杀死贝极塔 结果贝极塔也得到了复活的机会 这次复活也让贝极塔有过改过之心的一次集会 贝极塔和拿巴第一次到地球 贝极塔用战斗指眼镜测试悟空的战力 英文版的动漫这里配音是 战斗力超过9000 事实上在漫画中文版动漫日文版动漫中这句话都是战斗力超过8000 可能英文版动漫觉得9000比较厉害吧 纵观龙柱系列能够变身超级赛亚人3这种形态的也就只有孙悟空和悟天克斯了 而贝极塔却始终未能掌握这个形态 超级赛亚人2和超级赛亚人3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头发变长之外 关于战斗力 鸟三明是这样说的 超级赛亚人2与超级赛亚人3的总能量是一样的 超级赛亚人3只是在短时间爆发出超级赛亚人2的4倍战斗力 是常态的400倍 但能量消耗上也是超级赛亚人2的4倍 如果遇到强敌不能迅速解决战斗的话 超三反倒可能成为取神的绊脚石 所以贝极塔知道超级赛亚人3的短板掠过这个变身形态 但是如果贝极塔变成超三又没有眉毛 他的额头变得更高了 猫魔人是鸟三明的一部搞笑短片漫画 故事绝对是非常无聊的 贝极塔克穿到猫魔人的星球 以为可以一秒打败猫魔人 殊不知猫魔人实力太强了 贝极塔只好变身超级赛亚人 但是猫魔人也变成了超级猫魔人 虽然他没有赛亚人的血统 但是依然可以变身 就这样 贝极塔吓到了 只好假借伽利欧是先离开 这场战斗只好押后了 这到底是什么剧情啊 悟空和贝极塔的竞争是龙柱的核心内容 他们的互相竞争被视为是龙柱最令人难忘的剧情 第一次相遇时 悟空被贝极塔全面击败 贝极塔第一次以反派形式登场时 可以控制巨猿形态这一点 已经可以完全打败悟空了 在不欧片中 贝极塔再次对战悟空 但是贝极塔这一次得到巴比迪的魔化状态 而贝极塔这一次使用了轨迹使悟空放松了警惕 并使用卑鄙的手段将悟空击倒 不过技术上 贝极塔依然还是没有被悟空打败 虽然很多人可能觉得贝极塔总是落后悟空一步 原因是因为贝极塔总是抱怨悟空其实是低等战士 没有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而也因为这一份自尊心 让贝极塔更加不想输给悟空 悟空怕打针 你知道贝极塔怕的东西是什么吗? 贝极塔怕像猫猫虫的东西 奇怪 可以拯救地球的人物 也怕这种小东西 可能这就是鸟山明的幽默吧 虽然之前对鸟山明的各种采访中 都没有问及贝极塔有多高 不过却有受过悟空 悟空的身高是亚洲人的普通身高 175公分 贝极塔比悟空矮了大约半个头 也就是10公分左右 当然头发没有算上 所以推算贝极塔的身高为165公分左右 而在官方公布的人设中也证实 贝极塔初次登场时是163公分 与布玛结婚后是164公分 这有没有给长得矮的人一点自信呢? 贝极塔和悟空的性格截然不同 在龙珠里面 悟空一直做着道德和正义的化身而存在的 而贝极塔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 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欢这个赛亚人王子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还没订阅关注的记得订阅关注 我是猛小家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